我觉得这女孩啊 就是这姑娘 就你这方式方法 不像是交男朋友 或者是处老公处对象 你这方式方法有点像养小狗 她不能有她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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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这男生长得好帅好阳光 但是当他后来 把双手背在后面 一直说我改我改的时候 确实像个老头 而你在喋喋不休的时候 就像个老妈一样 所以我就特别不明白 你们怎么谈恋爱半年 能够谈成这个样子 虽然说你们现在 此时此刻这个样子 确实像很多 生活当中的一些场景 一些老夫老妻一样 好像生活本来就是这个样子 但问题是 别人是经历了忍无可忍之后 才会有忍无可忍背后的人生的通透 但你们还没有经历呢 所以其实在我看来 其实在生活当中 你们还有太多的冲突 太多的挑战 太多的热烈 没有享受 所以在我看来 如果从一开始一蹴而就 就直接到最后的婚姻状态 将来是一定会出问题 我觉得在生活当中 你们可能忽视了很多 忽视了很多 你们这个年龄阶段 应该去享受到的热情和激烈 是不是眼睛看得太窄了 只有对方 只有婚姻当中之后的生活 而没有你们这个年龄 应该去享受的一些兴趣 爱好 又或者是一些 精神上的一些体验 我只害怕 如果在这样的恋爱 经历了再一段时间之后 如果你们发现 一个真正的她 在向你们招手 一个真正的爱情的想象 在向你们招手的时候 那个时候 你们彼此之间 会更加难受 我建议你们俩 分开一段时间 至少得分开数月 再回归自己的 单身生活 看看生活是不是 本来就应该过成这个样子 就这样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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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